第40題,下列合者不是粒子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結果 選項C,在水中滴紅墨水過一段時間整杯水都呈紅色 選項豬,有同學噴香水,他一進教室大家很快就察覺 這兩個都是老師上課所舉過的粒子,這兩個都是所謂的擴散作用 那麼選項A,樓下鄰居炒菜,我在家聞到香味 就跟選項豬的情況類似,所以他也是擴散作用 選項B,劉漢石,衣服背後都濕透了 這也跟老師上課舉過的例題是接近的 這是由於毛細現象而不是擴散作用 所以第40題問我們說,下列合者不是粒子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結果 我們答案選B,劉漢石,衣服背後都濕透了